本片为直播教学转图文版 详细说明请至直播分类观看 大家好 今天6月29日 这里是埃及投资客日记直播的频道 今天讲的主题是5%租金投报率 为什么如此的困难 很多人都说5%很难找 当然很难找 很容易全世界都来了 最后还是没有5% 因为房价涨价的速度 大于租金上涨的速度 投报率就下降 所以你要有耐心的等待一次大崩盘 至于会不会崩不知道 我问一下关公 所以我们的策略很简单 就是可以买的就买 等到崩的时候 我们该借的钱也借出来了 这个是资产的定义的融资的功能 跟出租的功能 想月资产的定义直播 但是一般人只会赚价差 他们的眼里就只有价差 为什么会有价差 因为只要一个东西上涨 就会有很多人开始问 这个东西还可以买吗 还可以买吗 我佛慈悲施主功德不够 天机不可泄露 还可以买吗 等到它下跌或者不会动的时候 没人要销售翻步挂道烂掉 我佛慈悲决定杜众生买了 满大街都没人要 地狱很难空 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商品 不动产也是一种商品 商品在上涨的时候 你要去追价你就会买贵 拼命追 在平常没有涨的时候呢 你不会买 你跟说讲历史 但昨天考一百分 跟今天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不懂 这样有了解的吗 所以最后 送你两句话 如果 你的想法都是正确的 那为什么你的口袋里 没有你想要的东西 你的决定都是正确的 又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今天 就拨到这 我要去下一间房子了 所以快快地结束 那好可怜要自己深夜搬家具给租客 需要更多不能讲的 或者是你想要从零 直接变成高阶投资客的 来咨询 是要有收费的 我的时间很贵 也就是说要成为投资客 是有捷径的吗 答案是有 但要付钱 绝对不会是台面上看到的 因为有些东西不能讲 就像那些年用公司转移 直接破解房地合一 线上能讲吗 当然不能讲 为什么不用讲 避免太多人用政府改规则 免税这种技能 当然是自己用 或者是有咨询的朋友在用 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就播到这 希望对你有帮助 拜拜